等到頸都長啦 由去年大圍站上蓋柏奧莊熱賣之後 每隔幾個月都有消息指 由中洲發展位於火炭站的星海提岸會開賣 等了接近一年終於開賣了 亦都因為這個項目已經醞釀了一年的時間 在網上有很多不同的短片去介紹這個樓盤 今集我幫大家將所有短片濃縮成精華 製作一條最update、最詳盡的短片 一片看完整個火炭站的規劃 周邊的生活配套和項目資料 如果喜歡這一類短片 記得給個like支持我們、訂閱和分享 有你們的支持才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去製作更多短片給大家 火炭區以一條地鐵路軌分隔 路軌的東南面是住宅區和體育學院 路軌的東北面主要是工業區 亦都是今集介紹的重點 隨著香港工業色微 火炭工業區也慢慢轉變成住宅區 近年亦都成為供應房屋的選址 先後有不少新的公屋和居屋落成 包括旭和苑、駿陽村、彩和村 而在駿明峰附近的前停車場空地 上年就由中移動投得 有機會興建一棟高規格的數據中心 可以擴展雲端的服務 今年房委會宣布 而重建瑞輝工業大廈為兩座住宅 合共提供1360伙單位 預計工程在2023年展開 並在2031年落成 而區內很出名的三美街大排檔 亦會計劃在2024年清拆 改建為包括體育館、圖書館等社區設施的綜合大樓 位於星海堤岸對面的沙田冷倉和白色一倉 早前向城規會申請改劃為酒店用途 但因為發展密度過高 最終不獲城規會接納 不過不知道他們日後會否改變發展方向 再向城規會申請 所以星海堤岸如果向東北面 望沙田冷倉方向 日後景觀可能會有變數 而今集介紹的星海堤岸 前身是惠康貨倉 是距離地鐵站最近的一個重建項目 步行幾分鐘便可到達火炭站B出口 2022年東鐵沿線通車後 火炭站6上7下 即是北上6個站便可到達洛馬州和羅湖回國內 南下7個站便到港島金鐘 除了地鐵之外 區內更有十幾條巴士和小巴線 來往港九新界各區 如果開車的話 火炭可以經四條隧道出九龍和新界 包括大路山隧道去東九龍 獅子山隧道去九龍塘 沾山隧道去西九龍 城門隧道去荃灣 交通四通八達 所以假日去食買玩同樣都很方便 升海堤岸的基礎至設商場大約10萬呎 面積大約相等於火炭站另一個屋苑 進景園的商場 另外玉龍山和銀喜花園都有商場和濕街市 也可以坐一個站去沙田的新城市廣場 兩個站去大圍站日後落成的維芳商場 三個站去九龍塘有一城 除了逛街購買之外 浩洞的你 假日可以一家大小三五之幾去踩單車 沙田全新的單車路線全長30公里 由沙田出發 沿著城門河去馬安山 沿途有八大景色和打卡位 也可以去沙田馬場中間的彭福公園 那裡有一個大約87萬呎的大草地 可以給小朋友和狗狗盡情放電 玩到累的話一家人就可以坐下野餐 如果浩靜的你 除了可以在城門河邊散步之外 也可以去沙田大背堂 這裡是新界東主要的文化中心 有不同類型的文化藝術表演 居住火炭 無論浩洞還是浩靜都有很多娛樂的選擇 假日就不泡沫了 除了玩之外 連學校都有很多選擇 升海堤岸周邊就有兩間學校 在基座有一間國際幼稚園 升海堤岸旁邊有個地盤 就是沙田區的保能局 蕭漢森小學重置項目 預計在2024年第二季落成 小學91校網 中學火炭沙田區 堪稱是全港最多英文中學的地區 周邊還有多間國際學校 而坐一個站地鐵也可以去到中文大學 可以說是名校教育一條龍 培育小孩除了要讀一間好的學校外 居住環境對小孩成長也有很大影響 屋苑裡有足夠大的戶外空間和設施 無論家長還是小孩都住得這麼開心 升海堤岸的會所佔地大約12萬呎 分為四個主題超過100項的會所設施 當中有些設施連拍奧裝也沒有 第一個部分是運動空間 設有籃球場、羽毛球場、攀石區和健身室等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裡設有水中單車和日式蒸氣機 第二個部分是藝術圓林 還記不記得大圍站上蓋拍奧裝的園林 有一條很特別粉紅色的菱木花洞嗎? 而升海堤岸也有一條粉紅色的賞花徑 有不同的花位在不同的季節綻放 全天候都可以賞花 不過有幾項設施連拍奧裝也沒有 就是這個1.5萬呎的觀星花園 還有自設寵物公園和訓練場 如果有養寵物的一定會愛上這個園林 另外還有燒烤場、DIY農莊 潛意水池設施等等 而室外設有50米的無邊際泳池和室內泳池 這裡還有兒童天地 由0歲至6歲分為3個區域 令你的子女更容易認識到同年紀的朋友 最後一個部分當然就是不少招呼朋友的地方 無論你想合奏、唱歌、看電影、攻打四方城 還是玩Party Room 在宴會廳也可以照顧周到 而屋苑亦多方面地引入高智能系統 只需要擁有一張RFID的住戶證 出入就不需要再拍八特通 都可以暢通無阻 系統會自動識別 大門會自動為你打開 全程免觸式出入 這個功能不單包括在屋苑的出入口 電梯、住宅大堂 就連開車出入的停車場都不需要再拍卡了 非常適合我們的女士們 可以改善我們經常都不夠手場拍八特通的問題 而每一個單位都有個細緻位 不說可能你不知道 就是他們採用了美國品牌Lokdi 高防度智能門鎖 出入連鎖匙都不用帶 發展商資料顯示 這個門鎖有五種不同開門的方法 被譽為全世界最先進的智能門鎖 說得這麼誇張 真是假 於是我就幫大家在網上找資料 的而且確 這一款比一般的電子門鎖更高級 這個四環設計的防偷窺密碼鍵盤 每次按完之後 數字就會自動變更位置 就算陌生人看著你按 或者憑著指無位置 都很難估計到一個密碼 令住客住得更安心 想出入更方便更快 都是用指紋識別比較好 而Lokdi門鎖的指紋感應器 是直接設在手柄上 輕輕一按一領就可以開門了 我上網找過資料 市面上同類型的設計不多 只是一個門鎖都要五六千元的 那星海提案不單在門鎖上等本 就連家電都使用一些國際品牌 室內用料和示範單位等資料 我們下集再說 星海提案一共有四座 合共1335房 戶型由開放式至四房 標準戶由228呎至947呎左右 細單位兩房和三房比例都比較平均 大約各佔30至35% 特色單位實用面積就由1063呎至2001呎 大約佔1% 預計關鍵日期是2023年3月 發展商已公布首張價單 推出一共268個單位 今次真是一街坊 截實最便宜赤價15790 一房入場價錢最便宜 大約617萬 今次首張價單 截實平均赤價18888 今次發展商開價這麼便宜 而早前未公布價單 已有2萬多人參觀示範單位 就證明了地鐵站盤的魔力 相信今次又會吸引四方八面的准賣家 日非抽籤了 下一集會和大家講解首張價單 和景觀等資料 如果想看示範單位 或者收到更多關於星海提案的資料 都可以WhatsApp聯絡我們 記得訂閱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短片 不要忘記給個like支持我們 和分享出去給你朋友看 密切留意下一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關於星海提案 以及星海提案 深入星海提案 關於星海提案 誰是星海提案 人選擇 約 美國 靠派 尊大 summertime 大